经过很多的实际案例 就是第一个呢 老师我很想请神像到家里 但是呢我又很怕对他招待不周 就觉得说神像好不容易请进来了 但是第一个我可能没有办法 好好的早晚三住相 因为我很忙我要出国 那或者是呢请进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开光 或正确的做些什么 在这个民俗上面呢 我是不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呢都跟我说 老师我很想请神像到家里面 庇佑我们全家 可是呢我心里又觉得 矮油矮油的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那通常这个时候呢 孙恩老师会非常建议大家说 好这么呢大家都希望被庇佑嘛 尤其在这个年头有的时候 大家又觉得做生意啊 或者不管做什么 都希望神明来帮忙 好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家里面呢 第一个不方便请神明 或者是呢你觉得啊 没有办法好好的 就是按照这个礼俗呢 来拜拜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来找一幅画 叫做 那这个画呢长什么样子 刚好呢在独立歌的旁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其实呢这个画 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呢这幅画 它就可以代替神佛来保佑大家 在这边呢来跟大家 好好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它的中间呢 就是石像自在图腾 那这个石像自在图腾呢 可以说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最常见的就是可以保护大家的一个图腾 那在这个图腾中间呢 有七个梵纹 那这七个梵纹呢 再加上日月还有圆圈 它可以破除凶煞 而且可以震宅避邪 那么呢这是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认为它有巨大的能量 而且光是这一个就光是这个石像自在的图呢 它就有菩萨加持的效力 那这幅图呢 它在外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黄色圆圈的部分 这黄色的圆圈呢 它有八方 八方而且还有八祖代表八愿 八方来财 八方互持哦 那这个呢是六字真言 心咒再加上十字金刚楚的法器 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六字真言 大家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常听到 它其实呢代表就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而且它是可以说是菩萨的语言哦 可以有菩萨加持法力无边之外 它再加上十字金刚楚 那么十字金刚楚呢 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 它可以摧毁魔障 而且为你带来无限的智慧之外 它可以摧毁啊 就是你真的觉得 家里面如果有怪怪的 或者是你最近运势不太好的时候 这个十字金刚楚 它都可以帮你破除魔障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器 那当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啦 它就可以帮你增加无边的能量 启动这个挂画呢 给你所有的power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啊 这幅画为什么呢 我会非常的喜欢说 老师曾经觉得说 如果没有佛像挂这幅画 一样威力 是因为啊 它是我们融合水晶入画 它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挂画而已 它是融合水晶入画 那么这个水晶呢 它的磁场能量 当然就更大啦 我们需要的就是它的能量 我们需要的就是它的磁场 当这个磁场能量 加倍放大的时候 放在那里 不只我们看了安心 其实它带来的保佑跟护佑的能量 是更大的 还有哦 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特别的注意到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话 那么呢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是选正方形的 就是我要融合文公尺集数 38乘38 这个呢 这个是财神哦 是招财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文公尺集数 所以38乘38 当然是什么 平方的意思 也不只招财 而且招财的能量 加倍放大 这个很好 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这个画既然它这么的尊贵 我们把它放在那里 当然也不是普普通通把它放上去而已哦 在放上去的时候 老师建议啊 要选一个好的日子之外呢 你挂上去的那个当下 请你一定要很真诚的念 哦妈咪背妹号 哦妈咪背妹号 七次 念七次呢 启动它之后 最好每个月 最好每个月哦 要用五十水 就是五十水 当然就是我们端午节 正中午取来的五十水 轻轻的擦拭这个挂画 那么大家都知道 五十水是极阳的能量 所以呢 轻轻擦拭这个挂画 让这个挂画 这个所有不好的东西 它帮你排除之外 又带了极阳的正能量到你家 那维持这个开运的能量磁场 那这个画呢 可以放在玄关啊 客厅书房等等 就是我们最好是一眼进去 就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那老师通常都会建议大家 放在玄关或客厅 因为家里面的人走来走去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被保佑到了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被避孕到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图 在那边 它既避免了大家说 我没有办法按时拜拜的这种疑虑 但是呢 在这个时像自在正下户宅画里面呢 我相信这全部的正能量 都可以保佑你们全家 在2024 而且不止2024 每一年都能够自在 而且平安如意发大财 优优独的尸致 小伙优独的创�